举起你的右手 安打 安打 举起你的左手 拳雷打 拳雷打 或者是什么 变东 变东 挥棒落空 变吉 变吉 三振出局 就是这些很特别 希望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可以觉得 我以前在台湾看棒球的 这份感动 今年八月你们觉得 希望在Mass Taiwan Day 他们看到的台式的应援精髓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染力 可以每个人聊一下吗 就是笑容跟正能量吧 需要把我们在台湾的 笑容跟正能量带过去那边 让他们也体验到我们的 就是球场上的快乐的氛围 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应援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口号 都是超级经典的 就是说举起你的右手 安打 安打 举起你的左手 拳雷打 拳雷打 或者是什么 变东 变东 挥棒落空 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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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振出局 就是这些很特别 希望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可以觉得 我以前在台湾看棒球的 这份感动 也可以被带到那一天 对 莫姐 我觉得是跟球迷的互动感 因为像在台湾的话 应援的话我们可能会 球迷在前面 我们可能就过去 比如说拍手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子 在他们前面 希望他们可以一起跟我们应援 就是很有邀请的感觉 对 然后透过眼神跟他们交流 然后希望到美国 也可以就是让美国的球迷 不论是台湾来了 或者是在当地的球迷 都可以感受到 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那种感觉 是 Yuri呢 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有点像是 像是迪士尼出现的那种玩偶 就是每次出来游行的时候 然后那玩偶出来 我们就会觉得 迪士尼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但是你看到玩偶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就是又更兴奋 所以我就是很希望 大家就是在看棒球的时候 然后有我们的出现 然后会觉得现场更热闹 然后更阳光